大家吃过午饭了吗 就在此时此刻 朝野之间备受关注的和解饭 可能也已经在顺利开吃了 那当然和解饭的前夕 就是国庆日的这一天 发现了赖清德还有韩国瑜 两个人谈话之间 也隐隐约约的有触及到了 一些朝野最近的对立纷争 那韩国瑜则表示呢 他是期待透过国会改革法案 推动打造一个官员 必须为自己的所言所行 担当所有政治与法律责任的 公开透明政府 而赖清德的回应是 无论我们来自哪个政党 无论主张什么政治立场 好 引用了柯文哲过去的金句 国家利益永远高于政党利益 而政党利益永远不能 凌驾于人民的利益 这听在国民党立委杨琼英的耳里 他觉得当然赞同 我们十分赞同赖清德总统的谈话 政党利益不能凌驾于人民的利益 但是你这句话讲出来 民进党有这么做吗 执政党 执政的政府有这么做吗 看来并没有好好的实践这句话吧 而国民党议员林涛则表示 真的受够了新潮流过去八年 介入各项利益资源 新潮流利益显然已经高于 国家的利益了 南流掌门人之一正是赖清德本人 赖清德也揭发了国家对内竞争 对外团结的理念 但人民看到的却是对内斗争 对外心结 把国内政治带到外交场合 攻击不同政党代表 比比皆是 而另一头民众党这边也有话要说 听完了昨天赖清德的国庆文告 他们认为四个字就是空洞心虚 批评赖清德有什么脸面资格 来引用柯文哲的话呢 40%总统掌握权力之后就开始违法滥权 利用媒体网军 甚至本来应该具有独立性的司法单位 也现在都变成了赖政府的政治攻击武器了 好 看起来这顿和解饭开吃之前 好像政党之间的这个言谈还是不太和善 彼此都有一肚子的气 那今天来看看会吃和解饭的名单有谁 包含了韩国瑜江启成立法院政府院长 以及立法院秘书长江万来 以及周万来吧 还有朝野党团的三长都会出席 行政院长周荣泰 他是一个代表绿营代表政府的关键人物 以及呢他的搭档郑立军也会出席 公民心也会来 那大家也好奇 如果今天这顿饭吃下来还是不胜愉快 甚至破局 赖清德会不会以民进党魁的身份来介入调解呢 现在辅方的回应是赖清德还是忠心期望 今天会有善意的进展 也认为以总统的身份 不适宜去做到愿计调解人的身份 但是会尽量释放出执政党的诚意 好 今天这顿和解饭 此时此刻应该在开吃 当然希望会有一个好的结局 我们就继续来看这则新闻咯 国庆大典落幕 总统赖清德与大会主席韩院长 看似一团合情 但在致辞时 对于朝野关系 两人似乎互别妙通 来总统喊出政党利益 永远不能凌驾于人民的利益 而身为立法院的大家长 韩国瑜则再度推崇国会改革 喊话打造一个不造假 不隐瞒不推诿的体制 让全民检视 再也阵营更像执政党喊话 朝野关系能否春暖花开 行政院和立法院的和解犯 在国庆隔天十一号中午登场 行政院有卓榮泰领军 立法院则是正副院长 以及三党的党团三长出席 就是希望可以让总预算的纷争 顺利落幕 现在连商总理事长许舒博都喊话 台湾要团结 内阁应该思考放下身段 谋求在野共事 最后才会得到民心 不要还没上桌 就把所有的前提绑死 对于我们在野党的三大诉求 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回应 而不是说沦为一个政治口水 我们会很轻松愉快的来谈一谈 会很严肃的去面对未来 我们必须要去解决的 潮野之间多沟通嘛 法院里本来也就是一个平台 希望能够化解争议的地方 一顿饭是不是就能化解潮野僵局 橄榄枝要不要抛出去 都在执政党的一年之间 解释了我们吕建英 SL组台湾报道 好来刚才我们掌握到了最新消息 和解饭在哪里吃呢 画面上就是看到今天吃和解饭的餐厅 他是呢米其林毕比登推介的江浙民菜馆点水楼 和解饭就在里头进行 那现在外头已经有不少的媒体驻足了 很多人是直接蹲在地上坐在地上 守候里头这场朝野之间的重头戏和解饭 那当然也会好奇吧 和解饭的菜单是什么呢 其实新闻有曝光过 这个韩国瑜还有我们的行政院长 两个人通过电话之后 韩国瑜还开玩笑说 那这一顿是你请客还是我请客呢 结果行政院长卓榮泰说我请 好两个人就大概挑了一下 餐厅就是订在点水楼 那里头吃了哪一些 像是这个桂花蜂蜜石莲花 酥炸易豆 但是我刚看了一眼发现很好奇 有一道菜居然叫做豆蜜 我们也讨论了一下 这道菜是吃什么 没有一个人知道 不知道广大的网友 你们有没有吃过这家餐厅 或者吃过这道豆蜜蜜 到底是什么蛙哥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另外马祖淡菜 生菜虾松 还有香酥鸭等等 看起来是蛮令人有胃口的 希望这顿饭吃下来是愉快的 那最后也署名了 这顿饭是由两个人来共同宴请 就是行政院长卓院长卓榮泰 以及立法院长韩国瑜 两个人一起来共同联名的午宴 邀请的是三党党团来参加了 好那另外呢 刚才我们也掌握到最新消息 有一个人已经踏入餐厅了 那就是国民党党团总照傅昆琦 吃这顿饭之前有哪一些谈话 我们来听 立法院的韩国瑜韩院长 今天所召集的喝头酒 希望能够延续昨天 为我们国家来庆祝 全国国人能够团结在一起 执政者必须有他辉宏的格局 跟宽怀的大度 对于全国的人民 都必须良善的来善待我们所有 全国的乡亲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国泰民安 我们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对于所有全国国人的健康 我们绝对我们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弃 让整个健保能够提升 能够照顾全国国人的健康 对于传统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生活上千年的部落乡亲原住民族 更是最早的台湾的主人 我们也希望他们得到适度的尊重 不管多么恶劣的天气 大风大雨 还是炙热的炎夏 我们的农民都必须要辛苦的耕作 留下额头上的汗水 来为全国国人 这个民以使为天 为大家更重出最好的这些农特产品 对于农民的权益 对于全国国人的健康 以及我们千年在地的原住民族 是不是立法院通过的这些重大的 这些决议跟法案 能够得到行政院该有的依法依规 来彻底的执行 希望今天 卓榮泰卓院长 能够展现高度的诚意 给韩国瑜韩院长足够的面子 起码 一个国家必须要守法 刚刚不是在聊天室问大家 到底有没有人知道 豆蕊咪这道菜在吃什么 没想到我们最神通广大的班长庆章 立刻帮大家找到答案了 没有错 我来讲一下 这个豆蕊咪它是以蟹膏蟹肉还有虾仁 依照特定的比例调配而成 因为宛若因接而得名 这个图片也帮大家找出来了 据说它的入口风味浓郁 那每一道跟大家透露一下价格 1380元 真的看起来很想吃 好像真的蛮好吃的 大家来讲知识 原来这是一道江浙名菜 就叫做豆蕊咪 今天的韩国瑜也希望 他吃到了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风味如何呢 而说到今天的这个和解饭 当然该做的事还是得做 为什么要吃 就是要来化解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僵局 但是立委罗志强他认为 始作勇者的行政部门 应该要先抛出和解的三大橄榄枝吧 首先赖总统说人民想当家咒诅的愿望实现了 但是人民的反废死挺何能愿望有实现吗 那其次针对赖总统称愿意携手前进 但是立法院邀请赖总统到国会来进行国情报告 请问赖清德总统你来了吗 好那最后对于赖总统感谢韩国瑜以及卓榮泰 开启了朝野合作 罗志强也在质疑说 韩院长当面呼吁赖清德要尊重国会改革法案 那请问赖清德你听进去了吗 罗志强最后更表示 化解朝野僵局和政治对立 主动权其实始终都在赖总统的手上 有媒体报道了 这个行政院长卓榮泰回答 国民党立委廖先祥的质询时 称调生原住民禁法补偿是浪费公帕的行为 对此行政院立刻做出澄清是被断章取义 不过这已经引发了在野阵营的一片哗然 批评卓榮泰这样的说法是对不起原住民 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之则再次驳斥 院长并没有这样的说法 呼吁媒体应该要做出澄清 卓院长用这个浪费公帕四个字 来定义这个进化补偿条例 里面的补偿提高 这是非常不适当的 也不适格 我想请问一下吴立华委员 还有陈英委员 你们要不要回去跟你们的族人讲 说今天提高这个原民的进化补偿条例 是浪费公帕 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到现在吴立华委员跟陈英委员 一句话都没有讲 请问一下你们同意卓榮泰院长的说法吗 行政院目前对于进化补偿 这个没有依法编列这一点 到目前他还没有松口 那么如果如果讲说这个 这是一个浪费 那如果他编列了那么多的一个独厚特定媒体的这些文宣的业务费 这个就不叫浪费吗 所以我想对于原民的权益 只区区的只有只差14亿 这么微乎其微的原民的一个 我们依照法律的一个编列预算的诉求 行政院长你说这是浪费 你对得起原住民吗 我要问行政院长 你对得起原住民吗 真的这个说法呢 真的让人匪夷所思 保育长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 事实上呢 在委员质询的第一时间 院长就已经延正否认了 那么整个当时的转播进入呢 都有公开 也希望相关的媒体报道可以一直进入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我留在阳买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